就是要會先來看一下 先資料正規化自動化 那我這邊其實就demo給各位看兩個按鈕 其實一個按鈕就清楚 那一個按鈕的話就是把快速的把資料全部都幫我把它 產生出來 那原來原始資料裡面全部都編號 我要全部把它查完 查完變成裡面要變成是名稱 不過 我們是把它分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 都是編號 因為一般存在資料庫裡面 大部分也都是直接存編號 或者是說你從那個網路上做完問卷 回來的東西也會是編號 那通常我們會希望快速的把什麼 把那個編號變成實際上的名稱 那這個過程 我們主要是用了 第一階段也許就是用了VILO函數 再加上那個INDREX函數 VILO函數是查詢 那INDREX函數呢 是幫我把那個範圍抓過來 INDREX函數 實際上你給他一個名稱 那他名稱的話呢 在這邊如果你給他Table Array給名稱 他抓不到那個範圍 那你必須怎麼樣 用INDREX函數 才有辦法把那個 範圍給抓過來 你才有辦法查到那個名稱 有辦法查到這個名稱的話 你才有辦法達到那個 一個儲存個公式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幫你查完 OK 這邊還不是寫程式 那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向右 向下 全部的東西都做完了 那因為這個在 基礎班有講到啦 不過我等一下會複習一下 當然可能會快一點的複習啦 因為基礎班可能 講的會稍微 比較慢一點點 但是這個地方可能我會 稍微帶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可是如果每一次我可能都會有問卷 那每一次來的資料呢 假設變更的話 那我每一次 其實不是還要再做一次 還要再 下一次條件 跑一次 那很浪費時間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一樣錄製聚齊 一樣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下一次又來更新了 那我就又 按一下 又自動就幫我產生了 那有這個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才可以進入到 第二階段 什麼呢 就是 因為 因為這邊總共有B欄 到歐欄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都希望統計 B欄到歐欄的那個百分比 比如說每個問題 因為問卷裡面 一定會有可能 兩個選項 三個 四個 五個選項 那他選的佔比 個是多少 OK 就像說那個什麼 上個 候選人嘛 開票結果不是也要佔比嘛 對不對 如果說這麼多候選人 你要用人工來處理的話 看這個可能 處理到 可能 半夜都處理 很多天可能都處理不完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還是需要用到程式 如果用Excel的話 也是可以用類似的做法做 那要怎麼樣快速的產生 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一樣用這個範例 那我這邊有一個結果檔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邊 我把這個看一下 那就是快速的 樞紐分析表的自動化 因為這邊 B欄 到歐欄 裡面選項非常多 那我想要統計什麼 比如說 這個問卷裡面 男生女生 佔的比例各是百分之多少 或者年齡 不同年齡層 各佔比多少 教育程度 每一個每一個 但如果以前要做的話 每一欄每一欄 你都要做一遍 那不是就 如果欄數越多 你做越久 而且每天都做的話 你不是每天每天加起來的時間 就會更多了 所以呢 如果 可以做出什麼 樞紐 樞紐分析表自動化 那你按下這個按鍵的話 他就會想 自動幫你把每一欄畫完 有沒有 他就自動跑 有沒有 OK 切回來了 你看這邊就有一堆了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一時類推 那當然最後的話 你可以 如果有更新資料 你可以刪除工作表 把舊的刪掉 甚至 不是只有樞紐分析表 連圖都會畫 就是你樞紐分析表做完 旁邊加個圖 試一下 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表加圖自動畫 畫完 旁邊順便加一個 這個什麼圓餅圖 像百分比 那你可以切過來 性別 有沒有 這邊百分比 這邊圓餅圖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就馬上就有這東西了 那未來當然 其實你還可以延伸 每一個工作表都可以直接 分割開來 寄給需要的人 比如說候選人 假設他有Email現象 那 中選會不是可以自己自動化 自動就把結果寄給 需要收到的比較好 這個尤其是 你每天都要處理的事情 那更是 更是受用 你每天就是只要把這弄 更新一下 按一下 大家都說到了 對不對 那本來如果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很多力氣的 現在真的啦 可以少花很多時間 你會多出很多時間 出來 OK 那你可以做 你可以去做更多 更有意義的時間 哪怕是去 泡杯 泡杯咖啡 下午茶休息一下 思索一下 這也是好 或者甚至之前有同學是學會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再多寫一點程式 讓那個他的系統 更加的完備 哇 簡直是 已經是 到了某一個 地步了 所以這個系統要做完之後 可能公司很多事情 都會變得非常自動化 而且老闆應該非常倚重他了 因為 除了他應該沒有辦法有人這麼快 可以把這麼多東西快速的 把它產生 OK 所以他在公司的地位 相對的也會 無可取代 因為老闆想說 如果那個人離開的話 有沒有一個人可以取代他 想一想好像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他就變相形 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主要 是針對那個 問卷調查這邊 做了兩個 自動化 好部分 一個是 樞紐分析的前置作業 產生資料 第二個是樞紐分析表 自動繪製 然後繪製裡面還有圖 司機率 第一个,一样先开启那个范例党 我们范例党里面的话 入门班里面 请找到那个问卷调查01的这个原始党 那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问卷调查 里面主要是要把B栏到O栏 总共会有14栏吧 我记得 这14栏要做什么呢 里面你会发现 里面都是放它的编号 那这个编号对应的就是 里面会有 比如说像性别 它旁边就会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 就是A栏 实际上这个范围的第一栏 一定是它的编号 第二栏呢 一定是它对应到的名称 那年龄也是一样 这个规则都一样 那我们在想说 有没有方式可以什么 一下子总共有14个栏 那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把这边的编号转换成名称 OK 那如果你没有好方法 你就变成要土法链钢了 那如果土法链钢 那这个时间可能花费就无法估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基本上三分钟一定可以解决 三分钟哦 不夸张 甚至如果你会写聚集的话 根本不用三分钟 按一下按钮就一秒钟而已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一样用那个函数好了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刚刚那一题是 在性别的旁边插入一栏 可是如果说性别的名称 然后每个每个都插入一栏 好像感觉太多栏了 所以哦 不怕OK 干脆这样 把问卷调查复制一个工作表 Ctrl键按住 拖拉到旁边好了 叫问卷调查2 那把问卷调查2里面的编号全部删掉 就是B2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按Delete 也就是说呢 先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清空好了 那为什么要清空呢 因为我要查的位置 刚好跟前面的这个工作表 是一样的 有没有 那只是差别前面是编号 后面是名称 那我要查的方法 那外乎就是哦 你就怎么样 之前是用V2函数嘛 所以一样 插入函数里面用V2函数 那你的名称 LucaValue是你要查什么 编号 在前面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一样是B2 只是前面他会多一个什么 问卷调查惊叹号 来多一个那个工作表名称 第二个Table Array 在哪里呢 在清单里面 不过清单这边 你可能要选这边 什么呢 清单里面的A2到B3 哪一栏呢 一样是第二栏 一样是 比对方式一样是0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他已经帮我把它查到了 不过这样子的话 一样等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清单的A2到B3 按一个F4两下 跟刚刚那一体一样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向下填满 诶 查完了 但是呢因为有14栏 所以你这边要做14次 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不要做那么多次 做一次就好 一次可不可以 这个好问题 其实我也希望能够做一次就好 因为很多事情 解决方案都是要花 就是你要去想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那如果没有变成 你可能就要 像年龄你就要再做一次 教育程度 可能要做14次 那如果我今天只希望做一次的话 怎么做 比较快 那这边的话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那个性别的上面 其实有栏位名称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把清单里面的 这个部分 也许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所谓定义名称 这个范围 叫性别 这个范围叫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也就是这个范围的名称 都跟上面栏位名称取一样的话 那我未来可以再利用 那个刚刚有提过 叫Indress函数 Indress函数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你给它一个名称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调过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table array里面 因为table array 所以刚刚第二个参数 一定会需要一个范围 你不能给它一个名称 不能说 我今天告诉你那个栏位名称 你帮我装 它找不到 一定要加一个Indress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名称的资料给带过来 那要怎么去定义 所以下来的话 你可能需要做定义名称的部分 那怎么定义 这个可能要花一点 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可是至少比那个 重新做那些 那个什么呢 公式来的快一些 第一个的话 A2到B3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那个 A1的这个地方 Ctrl C一下 先复制 然后把下面这方位选起来 那定义名称请记得 在它的左上角有个名称方块 把它贴上来 选这边 意思就是说 选这边 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性别 然后你Enter 以后呢 这个范围 就叫做性别 Enter 好 这边 把下面选起来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刚好名称就在 它的那个 范围的左上角 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范围选起来 贴到这边来 那也就是说第一步呢 你可能需要先把这些 通通都定义一下 记得 最后一定要Enter 如果你没有Enter的话 那个名称不会进来 然后把这边分别 定义一下名称 那定义好名称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做的话 就会快很多 这边把名称定义一下 记得不要定义错误 因为定义错误的话 选的话一定要先选 选完之后呢 再把名称贴上 Enter 这样就OK了 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 选下面的范围 所以这边可能会比较花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 算起来应该也是值得投资 应该算 比那个你土把链钢还是稍微快一点 因为名称在它的左上角 然后把它做 OK那每一栏每一栏 那这个是它的问题 那我们就把每一个问题里面的选项 把它定义成一个名字 OK好全部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特别注意 对啊下面是范围 定义个名称 那你要确定有没有正确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它的那个名称方块里面 是不是显示对的名称 如果你选了一下 比如说年龄 选这个D2到15 假如没有显示年龄的话 那表示呢 你这个定义名称有错误 OK 如果有错误 等一下你要做那个 一次全部把资料全部查 那可能就会出现错误 所以这边记得选一下看一下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里面也会看到 记得哦 如果另外一个方法 你要确定你是否做对或做错 你也可以从公式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只要有一个名称 就会对应到一个范围 如果说你看一下 那名称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重新修改 什么时候会大概知道 可能会出错 其实等一下做那个输入公司之后 假如你有出现错误 那表示你的名称应该也有出错 那你就修改一下这边的名称 那就可以避开那个错误 所以如果我要快速的把那个所有的栏 有14栏 快速的帮我把它全部一次查正确 编号变成名称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定义好名称 接下来的话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如果你这边都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一样把这边先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其实这边向下填满这个 可以先把它删掉 我拿刚刚这个地方 Vero函数来改 那改哪些地方 其实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Table Array 这个Table Array 实际上就是指的就是说 Table 反正以后你看到那个函数名称 只要是Table就是表格 Array的话就是范围 意思是说你今天呢 那你就只能给我一个表格的范围在哪里 那个表格范围通常就指的 你要去查的那个表格在哪里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清单嘛 我就指那边 至少要两个栏位啦 你如果一个栏位查没意思啦 但是可能有三栏四栏更多栏都可能 那我们这个地方刚刚已经把它 什么定义好一个 刚刚那个性别有没有 所以呢我们其实 可以什么呢 就是按F3 这边会出现性别 有没有 你可以找F3有没有 其实就是调用那个什么 那个名称 调用名称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把性别 带过来的时候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对照表就出来 按确定这样也会帮你查到啦 不过你现在如果向右填满的话 假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向右填满 他就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性别变成年龄 变成教育程度 因为你现在是填什么 填性别两个字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因为我们希望是向右拉 全部一次做完 如果你假如说要达到这样的 这样的目标的话 这样的结果的话 你就是需要怎么做呢 其实你会看到 刚好上面有一个栏位名称 刚好也是性别 跟他的名称一样 可是问题哦 上面是一个名称 它不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名称 变成范围的话 就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interrate函数 interrate函数 那这个interrate函数 一般可能比较少用 怎么做 interrate函数 删掉它 那我的范围基本上是在上面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要不就是自己打 我的习惯是自己打 但如果你怕那个字打不出来 没关系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游标放这边 请你点击这边的前面箭头 这个就是引用那个里面的那个函数 然后把它点下去 里面的话找到其他函数 那它的位置刚好是放在 那个检视与参照 其实就跟那个VIRU函数是同一个类别的 里面的话你找到I开头 IN有没有 DIRECT就这个函数 那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帮你把这个函数带过来 接下来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他问两个问题 不过其实只要填第一个问题就可以 那他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帮帮你带过来的 那个范围的名称叫什么 那个名称叫什么 刚好跟上面这个名称一样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B1 那他就怎么样 帮你把那个B1的资料带过来 刚好B1里面的名称叫性别 所以IN就会自动去帮你找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性别的范围 有 他就帮你带过来 刚刚好了 所以其实这样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上面的名称刚好 栏位名称刚好都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名称 所以直接就抓上面 但是问题来了 会有个问题说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右拉 那向右拉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前面的栏号 你不能锁住 可是等一下还会向下拉 那向下拉如果E的位置 假如说他会加1 所以如果要把他锁住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在B E的前面加什么 前的符号 那B的位置不要加 为什么 因为B一定要B变CC 有没有 向右要变动 但是向下的时候不能变动 OK 特别之后 这样的话就完工了 如果你知道说 VLAN就配合 定义名称 再配合 INDIRECT OK 这样做完之后 你按确定之后 应该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等下向右向下 就一次就成功了 应该听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不知道 有这么厉害的函数 恐怕要把事情做完 可能就是做14次吧 对不对 OK 按确定 试一下 向右看看 拉到最右边 如果没有发生错误 那恭喜你 对 全部有没有正确 有正确了 那向下有没有正确 向下的话 其实你快点两下 OK 全部查完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感觉 还蛮快的 不过刚好 这个地方 主要是因为 刚好他上面的栏位名称 刚好就是我们 定义的名称 所以两边可以 完全match 也就是未来 如果你有做到类似 应该会有 我觉得工作上 蛮多类似的案例 都可以配合 用这样的方式 帮你把它全部查完 如果你不会用这个方法 那慢慢来 只是说浪费的时间 会比较多 OK 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待会我们会希望 一样 最好就把它变两个按钮 我刚刚讲过 就是这两个按钮 主要就是说 可以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结果 快速的变出来 所以这边 我就刚刚demo给各位看的 上面的栏 因为宽度 如果要把它拉到后面 按钮会看不到 所以我干脆把它栏宽 先拉窄一点 这样会比较 可以有那个效果 所以按下它 它自动帮我完成 然后清除的话 就是把它清空 这个地方该怎么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把刚刚它动的路之下 然后按个按钮 不就OK了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部分呢 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那个点 其实就是在那个 那个V如何叫InDirect的函数 试一下 问卷调查1 可以起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